药华电子土城厂四楼股封击晚间冒出浓烟造成实名前往抢救的紧销人员身体不适送医 药华表示紧销人员已离开医院土城厂生产也不受影响 药华指出土城厂四楼股封击晚间六尺取冒出浓烟随即疏散厂区人员并通知消防人员前来抢救 经半小时即将浓烟排除药华表示员工并无人伤亡 不过有时为紧销人员身体不适送医公司派员在旁关心 目前消防人员已离开医院 药华指出晚间冒出浓烟的区域很少使用 对生产营运并无影响也未造成重大财务损失 新北市消防局今晚接获土城压化电子工厂员工报案 工厂四楼发生火警 以工厂六楼的硫酸管线泄漏 强散物质因高温而产生酸蒸气 造成十一名消防人员肢体 颈部及呼吸道出现刺痛感紧急送医 记者望长顶翻射 分享